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最后一天 所以今天我们按照惯例一样 先点灯 点灯 然后完了以后 我们会继续讲经 然后我有一些要鼓励的话要说 所以 好 现在录影请准备 请几例 向佛菩萨行三文训礼 一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好 向主讲法师一问训礼 阿弥陀佛 请坐 好 录影请准备 请合掌 请各位一起念 三称本师圣号极开经济 一起念 南魔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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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至光请拿一本讲义给主席一下 现在请翻开四十五页 阿提侠点灯祈愿文 我们在第一次跟第二次我们都点灯过 然后我今天就不讲细节 也不会重复故事 我先讲我们要进行的程序 请看混沌片 我想轮回当中大家都很忙 有些人忙得很有意义 有些人忙得没有什么意义 有人呢 他是没事找事忙 瞎忙 人为什么会很忙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 从你的内心里来说 有些人的心不能够安住 总想去外面抓很多东西 他才会得到安全感 前面还有位置 前面有两位可以坐 旁边也可以 所以你总想去抓一些东西 你才会有安全感 尤其是现代的人 就算不学佛 也总想工作排得满满的 也要补习班 从礼拜一补到礼拜二 上佛学班 瑜伽班 课程班 什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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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好像表面上很忙碌 可是他 身忙 心也忙 佛教要教的不是这个 佛教应该教的写下来 身忙 心不忙 在轮回里面 不论在家出家 永远是有处理不完的事 你不可能等着期待说 有一天我完全都没事做 那只有一个是等你翘辫子的时候 两腿一伸 那真的什么都不用做了 你也不能做了 所以你应该训练的是说 我永远有处理不完的事 但是我的心不忙 这是修行的重点 但是要做到这样 并不太容易 因为做到这样 你会发觉 你要有很多的福德 姻缘 要利益广大的众生 要积聚很多的资粮 要掺除很多的恶业 所以请看幻灯片 我们为什么大家在百忙当中 大家要聚在一起咧 对不对 不然我们可以去Tesco或Jesco 去Shopping不是更快乐吗 对不对 我们还可以吃一个冰淇淋 叫冰淇淋蝉 不要学那样的蝉 那样的蝉只是口头蝉而已 我常常说蝉是修持得很重要 关键 但现代人的蝉呢 是第一个蝉 第二个纠缠不清的蝉 最后就是蝉 所以是蝉蝉蝉 为什么 因为它断气的时候 对你的内心是一点都没有帮助的 你会觉得 你虽然也听闻了一些佛法 也做了一些善法利益众生 可是在你内心深处里面 当烦恼来的时候 你根本做不了主 因为你并没有在你的心理上 真正去用功过 所以想 接下来我们点灯的动机是什么呢 为了利益众生 愿成佛 如果你问师父 所有三章十二部 把它归纳成一句话 是什么 就是这句话 为利益众生 愿成佛 因为要利益广大的众生 当然这里众生包含自己 也包含一切众生 也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众生 所以我们愿意学习佛法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看 四十五页第十二行 西藏阿提侠点灯其议文 这是他做的 然后由这一世的十七世 噶玛巴谱曲 然后呢 点灯与发愿 在东南亚 其实甚至在可以说 南传北传藏传 都很重要 因为它是很简单 又很重要的修行方法 各位可以翻到五十二页 有一本经 《佛说诗灯功德经》 上次第一次跟第二次 我都提醒你要去预习 你去点灯有什么功德 这是释迦摩林佛亲口所说的 所以它很简单 又可以发愿 透过发愿与观想 可以利益广大的众生 那今天在讲经的最后一段 结束之前 我会讲设计佛堂 既然我们修普贤十大院 那第三院叫广修供养院 我问一下 在座家里你有正式的佛堂 所谓叫正式佛堂 就是你有供香花灯果竹 挂在客厅上的佛像 那个不算 你真正有供香花灯果竹 然后鼎礼 然后你有正式佛堂的请举手 家里有 举高一点 好 很好 那没有的人呢 请你好好设计 我没有要你花很多钱 师父已经送你佛卡 起码你点灯 像我们去印度菩提加爷 草玛水供一杯水 水上面换花 你不是说你没有福报吗 答案是你没有去种阴啊 假如你能够点灯 然后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呢 你虽然是躺着休息 可是他还是继续 24小时的在累积无量的功德 利益众生 所以点灯跟发愿 可以满你示出世间一切的愿望 有很多人有病痛 有障碍 所以透过点灯与发愿 所以在藏传佛教里 每一年最后的大法会 红白黄花 大部分是观世音菩萨的愤怒像 叫马哈嘎拉大法会 最后一座一定会呢 贡香 贡哈达 还有贡灯 然后一起创奇愿文 这是非常殊胜的 这是师父呢 去尼泊尔满院大佛塔 点了十万盏油灯 将近用掉三万到五万马币 然后呢 是台湾很多很多团体点的 然后呢 大概点三个小时 还请所有的拉玛诵经 最后我们呢 供养他们 食物跟红包跟医药 还有衣服 最后做回向 这个叫做 尼泊尔满院大佛塔 叫做 满院大佛塔 是莲花生大师亲自所建的 这是我们商业经社法会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后面挂极乐世界图 地藏菩萨法会 我们也点灯 所以 点灯 你必须自己布施 虽然我们大会这布施 点灯是不用钱的 但是你愿意布施 一块马币也好 两块也好 随喜功德 你会布施 你才会生起功德 最后要透过忏悔与发愿 而生起广大的愿力 而这样的点灯呢 就会满你很多很多的愿望 那满了你的愿望的时候 你才会所求如愿 有时候我们所求 并不如愿 那是代表你的条件不够 你的福报因缘不够具足 所以 我们现在开始点灯 那点灯的时候 请看四十五页 师傅找一下档案 给我两分钟 那第一个 我会先唱六字大鸣咒 然后请会长 跟书务主席 跟书务主席 贵音 两位呢 到前面来 然后不要站起来 不用站起来 就往后面传 往旁边传 然后呢 点灯的时候 先请你唱六字大鸣咒 六字大鸣咒 等一下 对不起 然后 接下来 点灯的时候 我会叫你捧在手上 这样好了 好 然后 我会先点灯 待会呢 你这个灯不用紧张 先放在桌上 待会我会叫你捧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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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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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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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向右旋转 你的右边应该哪一边 对 你刚好跟我是相反的 对 不不不 主席你坐 向右旋转 你的右边 对 你应该是这样转 对 不要转错 转错的话会变成外道 因为佛教是讲向右旋转 所以你的边跟师父是相反 你的右手边由下而往上 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 不用里面送外面这样子 就是由下往上 这叫做 Deyata Benjajiya Avabodana Yeso 叫满愿咒 那在唱诵的时候 你就可以边唱边发愿 你可以要发很多很多的愿 事出事先的愿望 你都可以发 好 现在请合掌放在心间 看45页 第19行 十八行 发愿文 把心定下来 想行结前佛 都在虚空中 我念一句 你跟我念一句 愿灯具 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愿灯柱 愿灯柱 尽陈汪阳 尽灯之树 异展得现于美尊佛前 愿此光明 消除三游顶以下 消除三游顶以下 无间地狱以上 所有无明之黑暗 所有无明之黑暗 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 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 皆得显明清见 接得清明清见 奥变着阿楼给阿红 奥变着阿楼给阿红 好 现在观想你的灯 一盏变三盏变五盏 变无量无边 然后呢 遍满虚空 先观想几秒钟 然后捧在心间 待会会唱点灯祈愿文 好 因为我们唱过两次 所以第一遍你就大声唱 在唱的时候你心里就可以发愿 打赌Ayero 詞,哲哀,哲哀,哲哀 是有光明� monitoring 此帮注 共宣谨,明赐乏光明� 公盅健,谅射 无得 公贤,牳 无欲望大 十方计 十尊共心 无法忠 凡尘身中 尽奉献 父母为首 又尽重 此生已尽各所身 劫难清洁 佛净土 愿与一朵 何为一 三宝三个 终底里 无得如此 说法愿 祈尽佳悲 主得生 很好 第二遍 道声唱 其余望明 因此当中 共贤 千千千千佛等 无欲望大 十方计 世尊共心 无法忠 善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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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所胜 皆能清洁 佛净土 愿与一朵 何为一 三宝丧的 众笛里 不得如此 所发愿 其尽贾备 主得 很好 第三遍 喜有光明 此当中 风险 险 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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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等 无余光荡 十方净 十尊空心 无法终 满蝉山中 尽风险 父母为首 勇尽终 从此手 已尽 佛所身 皆能清洁 佛净土 愿与一朵 何为一 三宝丧的 众笛里 不得如此 所发愿 其尽贾备 主得 满好 向右旋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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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 阿多佛大 阿耶稣 很好 这叫满愿咒 圆圆满满 满你一切世出时间的愿望 接下来把灯盖在心间 好 接下来我会唱阿弥陀佛 请干部从中间向旁边船 就是旁边船拿盘子 然后唱阿弥陀佛 注意听 在唱的时候请心不要乱 观想自己跟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管是过去生的眷属 现在生的眷属 未来生的眷属 通通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就像大海的海浪一般 通通往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唱阿弥陀佛 当我敲木鱼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叫做船灯 干部请前后 请先站好 请走到前面来 注意 请用心观想 四个角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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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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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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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香 我这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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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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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掌 好 很好 好 这就是显密圆融的这个点灯圆满了 好 请合掌 我们念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济 今天继续还会把经文全部讲到圆满 一起念 阿弥陀佛 各位联友大家晚安 今天是最后奖金的最后一天 点灯也圆满 现在请看讲义40页第21行 祭送第51送 在讲之前我想你们每个人都桌上有一片DVD 有看到吗 有 待会没有拿到人再拿 这是我们商业金社用空运记来供养大家的 经印度八大圣地 一共五部短片 希望跟各位结缘 然后一人一片 若不够的话你可以自己抠 没有关系 这个很多人可能一生只有一次去印度福地家也 那师父去了好几次 所以我发愿把它做成会生会影的DVD 事实上网路上有 但是我们把它做成一片 然后背后的封面呢 是我在印度买到的这个Poster 就是佛出身成佛转法轮入涅槃 在阿汉经以及大圣经论说 若有一生 一生去过这个四个圣地一次 来生永不多三恶道 一定会升到天上 然后遇到贤结千佛 若以此功德回向求生净土 也一定会满你的愿望 现在佛教数位化很方便 那中国大陆四大名山 我去了三个 还有一个普陀山 等我吧 等我去完以后 我就会拍四大名山的短片 那现在这是中文字幕 现在我请学生 新加坡的学生做 希望一年以后会有机会呢 能够呢 做成为英文的subtitle 就可以流通全世界 那这就是我的愿心 请看第四十页 第五十一颂 昨天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段经文很重要 我还没有讲完 因为昨天的时间关系 请看五十一 蒙笔如来 受祭以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 片十方 普利一切众生界 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什么呢 求生进佛国土 第一个你会蒙到佛为你受祭 然后你就会有千百亿化身 化身的数量像 无数的百巨之 接下来你有广大的智慧力 广大片十方 十方佛国土你都可以去 而且你会尽心尽力的 普遍的利益一切的众生界 五十二颂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就近横无尽 就说这普贤十大愿 最后做个总结 就是说虚空世界 是不可能穷尽的 虚空事实上广大 无边 没有边际 就像你从这边 往天空一看 一直看看 看到没有边际的 就算地球现在 科技很进步 你也不可能 从这里看看 看到美国纽约的天空 所以事实上 虚空是无有穷尽 众生也是无有穷尽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光这个新山柔佛 旁边的海边 你就可以看到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其实我们也做过 无量的众生之一 众生有很多的信念 所以众生的夜跟烦恼 也无有穷尽的 所以有人在 就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问题 那是因为众生的夜与烦恼 可是我行谱贤十大愿 就算这些东西 不管有敬跟无敬 我的谱贤十大愿 敬未来季度 永远无有穷尽的 所以请看幻灯片 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可以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 应念寿共愿 去极乐世界有很多好处 各位应该听四十八大愿 我没有这个音缘 为在这里各位讲四十八大愿 各位可以上网 我在新加坡 宽季念佛堂 用了十四天 用了两次 一次七天 全程四十八大愿 全程录影完毕 然后呢 现在的DVD 很抱歉 已经结缘完了 将来有缘 再跟各位结缘 那其中讲极乐世界呢 有两个好处 到这里 第一个 片共诸佛愿 就是每天早上呢 你可以一大清早 到十方 佛国土呢 都见一切佛 像坛指之间 一个便无量无边 你这边要见佛就很难啊 你要连见弥勒菩萨 都很难啊 你没有界定位的话 你是看得到 弥勒菩萨的佛像而已 但是你没办法亲自见到 弥勒菩萨跟他讲话 你也很拜 观世音菩萨很虔诚 但是你的业盖住了 你的心 你就见不到 观世音菩萨 但是你若很用功修行的话 在禅定之中 梦寐之际啊 你是可以见到佛菩萨 就像你跟妈妈讲话一样 这样很自然 到西方极乐世界 第一个 就可以片共无量诸佛 第二个就是呢 应念受共愿 所有佛呢 都可以接受你的共养 所以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累积广大的福报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要去净土 第二个就是 可以听佛讲经说法 你可以昼夜精进听 在这边呢 在座能够参加讲经的呢 师父都很感谢 不过也看得出来 现在工作压力很大 永远有除不完的事情 对不对 有些佛友全程参加 有些佛友有头有尾 没中间 这个都很自然 也有一个人没有缺席 那就是我 所以能够全程参加的人 是要有福报的 知道吗 学习佛法真的不容易 有时候你会累 而且西方极乐世界 微风吹动七宝杭树啊 都可以为你说 苦空无我 苦空无我 无诸波罗密法门 你要听哪一部经啊 你都可以听的 你不想听的时候 它就很宁静 接下来你看 这叫应念寿贡宴 早上呢 还拿着鲜花 玉天曼陀罗花 看左下角 西方极乐世界 长的呢 都是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拿自己的衣服 袈裟就做花篮 天下下来 曼陀罗花 你要有花供养 你不能空手 空手的话代表呢 正起了缘起性空 那个空呢 是口袋空空的空 所以你不可以空手去佛塔 吉玛玛花 然后你可以看右上角 所有的诸佛啊 就接受它的供养 东方药师佛 米勒菩萨 所有十方无量的诸佛 都会接受你供养 其实这是要大菩萨 才有这个功德 现在你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 答案阿弥陀佛的愿力 愿成就一切众生 最后你看呢 所有的诸佛啊 不但呢 你看从左手边 这样排斑来供佛 供完佛以后 还听佛讲经说法 你可以看到天上 也有天人 在呢 听佛讲经说法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是很殊胜的 那到了极乐世界 佛会为你受祭 受祭的意思是说 以释迦摩尼佛为例 当他出发心 行菩萨道 然后经过一个阿僧奇节 累积功德构的时候 遇到的是燃灯佛 燃灯佛为他受祭 经过无量阿僧奇节以后 你在娑婆世界 成佛叫释迦摩尼如来 第二 你成佛的时候 有正法 向法 末法 第三个 你度多少的众生 佛亲自跟他讲 这个受祭不是预言 那是给他很大的鼓舞 到了第二个 阿僧奇节呢 圆满的时候 又有第二尊佛为他受祭 到了第三个阿僧奇节的时候 第三尊佛为他受祭 接下来他就视线八项成道了 所以佛是真正成佛了 那你想要知道你佛 成佛的名号叫什么 那你就问阿弥陀佛吧 我发愿希望阿弥陀佛亲自为我受祭 观音世智为我放光加持 目前我还不知道我成佛的名号 举个例子 我上次说过 文书施利菩萨过去成佛叫什么 南魔龙肿上尊王佛 就是过去文书菩萨 在八十八佛的灿鬼文里面 北方欢喜藏摩尼宝基佛 就是文书施利菩萨名号 未来他会视现在成佛 叫做普观如来 那观世音菩萨呢 他也成佛啊 各位知道 过去正法名如来 道价此行 现前大悲观世音菩萨 未来他也会成佛 在西方极乐世界当 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众生 全部都度尽的时候 上半夜阿弥陀佛入涅槃 下半月观世音菩萨就实现成佛 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很奇怪这个名字师父从学佛 二十五年前我念一次我就记得 大概我一直要度到观世音菩萨 跟有缘的众生吧 我才成佛吧 因为我的愿望 也希望成佛的时候 像观音菩萨一样 地藏菩萨一样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所以佛就会为你受祭 接下来你看阿弥陀佛就坐着 然后呢坐红色的袈裟 每一间白豪像往上 然后呢 对不对 他就可以光中化佛 你看 去极乐世界做嘛 你就是能够这样啊 在这边你是不可能的 就算老实跟你讲 你修阿含经 也有佛友跟我讲 我要深深事实在这里行菩萨道 很好 这是大愿 但理想跟事实之间 不太容易做到 你为什么不先去 佛的净土 成佛以后再回来行菩萨道呢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这辈子好不容易吃过了生老病死苦 现在中年或晚年才学佛 那我啊 假如你不往生极乐世界 来生呢 这个世界变复杂 当然还是会有很多修行 假如你变成了CEO呢 怎么办 不要讲你们 讲师父好了 我发愿我深深事实都出家的 对 你看像师父这样 很惭愧 我今年47岁 我修得还可以吧 35岁 对不对 然后我来生向好庄严 我的口才非常好 福报呢 金身奖金 印金做功德 当然我口才一定很好 然后福报也很好 那我要当了CEO以后呢 那搞不好呢 忘念不控制的话 什么事情都敢做的 对不对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到时候呢 我也跟你讲 在家出家修行 是平等无恶的啊 事实上 在家出家修是有差别的 那佛为什么要现出家相呢 接下来 你在肚中中 能碰到困难 你也会退转 所以去西方极乐世界 还有一个问题 请写下来 第一个 骗共诸佛 最大的福报 第二个 听佛一切讲经说法 第三个 永远不会退转 你不会再回来轮回 除非你的愿望 成愿再来 你成愿再来的话 你会像虚映老和尚一样 一出生 你过去世你就记得 你不会忘记的 你现在呢 什么都不记得 所以要度众生 是很殊胜的大愿 可是并不容易 所以为什么很多 从古至今的净土中高生 都会苦口薄熏 不管你修禅 修禁 修戒律 修任何的法门 乃至于修人间净土 你都应该发愿去见佛 为什么 因为见了佛 不会退转 我今天奖金就圆满 明天中午下午 我就进新加坡了 对不对 你可能这几天 法喜充满 过了一个月呢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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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定是起起伏伏了 对不对 到明年呢 希望你还在 不要在轮回的大海中消失 所以学佛法 理想跟事实之间 有很大的差距 要真实去看到它 西方极乐世界 你遇到佛为你 授记以后 你可以就像这个图片一样 光中化佛 无数亿 你不怕 你过去现在未来的眷属 你度不了的 这是为什么要去极乐净土 好 现在看经文 翻过来 41页 第九行 刚才是讲寄送 经文里面就有讲 得受寄以 经过无数百千万亿 纳犹他节 这么长的时间 时间很长 接下来 空间无量 你可以在十方 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 你都可以利益众生 而且不是只有地球而已 也不是只有在马来西亚 这个国家而已 对不对 你是在十方无量的世界 你都可以用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身份 当然 这里会有个问题说 师父那我成愿再来的时候 是一定出家做吗 不一定 你会像浦门品一样 应以合身得住者 既献合身而未说法 各位也听过 现在南非 也有很多南非的黑人 出家做僧邪的 对不对 在以前就没有啊 佛教传到最远的地方 就是 现在这变得回教的道场了 佛陀的教法可以洪传无量的世界 但是还要是要有缘 最后以智慧力画起来 度众生先要有智慧 而不是先有慈悲 先有智慧 你才会生起悲心跟愿力 随众生的心性 善巧方便而为利益 接下来再看经文 不久 所谓这里的不久 要等到你三大阿僧奇节 功德圆满 你就会像释迦摩尼佛一样 坐在印度的菩提道场 第一个会实现八项成道 舍都帅 将王公 气味出家 苦行学道 最后降魔 度众生 转法轮 入涅槃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要就近成佛的时候 才会有更有功德力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 从世俗地来说 你要等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你才会见到梅勒菩萨 请问你要轮回多少事 老实说 师父不要等那么久 我先去节乐世界 最后来当海坐着大宝莲花 到临山会上供释迦摩尼佛 坐着大宝莲花 到东帅内院供梅勒菩萨 我也可以从西方极乐世界 坐大宝莲花 到东方药师佛去见 药师佛国土 为什么 阿弥陀佛有片供诸佛愿 可是注意听 那你会反问 师父那我都去药师佛呢 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 答案不一定 因为药师佛没有这一愿 除非你站起来 用香花灯果竹 供药师佛 日光月光 骗照菩萨 请佛放光加持你 让你飞到极乐世界 你自己是没有能力飞过去的 因为飞的这个世界呢 起码都是要出地以上的菩萨 才有这个能力 就简单的讲 你看嘛 在柔佛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国内班机 你不一定天天都可以搭到班机 KL跟槟城也是国际机场 你要钱够了 你还订了机票 你才可能搭上国际班机 飞机每天都在飞 但并不代表你都能够飞 要有条件 接下来 降伏魔君 成等正觉 接下来 转法轮 能令佛刹极为成数的 所有世界众生 几化起来 做什么 发菩提心 随其根性 教化成熟 所以你说 佛菩萨成愿再来 做什么 还是叫他发菩提心 学出离心 菩提心 大悲心 最后学佛的道治理 所以我常说 在人间最殊胜的是 可以学佛法 可以行菩萨道 譬如我们今天有福报 在这里点灯 当狗跟猫 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缘 随众生的根性 教化成熟 最后乃至于 敬未来即解海 广能利益 无量无边 一切的众生 绝对不疲不厌的 没有中断过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要去敬佛国土的用意 当然讲到这里 我还是说一个总结 假如你觉得 你不一定想去极乐世界 可以 师父同意 我也没有强迫你 对不对 去西方极乐世界 是要靠自己的愿心 对不对 那起码你发愿去见 梅勒菩萨 或见观世音菩萨 或呢 你去见东方药师进度 就是你要发愿 你将来就要见一尊佛 比方说 请看这里 这里 不久当作菩提道 降伏摩尊 成等正觉 释迦摩尼佛就有这样 八项成道 这张是台湾中台禅师的 释迦摩尼佛 非常的庄严 也希望柔佛的联友 有这个存钱发愿 将来 Welcome to Taiwan 假如你来台湾的话 师父刚好在台湾 我一定做你台北市导游 没问题 我会尽量安排我的学生 招待你 我包吃包住 但不包刷卡 我先想 刷卡会刷死人的 对不对 可以带你去试炎夜市走一走 台北有阳明山 有淡水 有乌来 假如有机会 还要去东部太鲁阁 你就可以参观慈激功德会 南部高雄佛光山 有佛陀纪念馆 再讲的话 我看你们今天晚上 都不要回家好了 接下来你看 新加坡双灵寺的大殿 非常庄严 不但释迦摩尼佛如此 右边是药师佛 左边是阿弥陀佛 中间呢 是迦摄尊者跟阿难尊者 你看 大乘佛法是非常殊胜的 好 释迦摩尼佛的背后 也有光中化佛 对不对 大乘佛法很殊胜 所有一切的佛 最后都是要成佛 度众生 转法轮 这个不是喊空口号 而是他 每一尊佛 都是经过多生多节修行 所以 不要放弃 要鼓励自己 也鼓励别人 菩萨道讲 菩提心一发 横柱心难持 就是很难有长远心 古人也说过 学佛一年佛在眼前 学佛二年佛在西边 学佛三年化成云烟 为什么 太多的障碍退了到心了 对不对 只要遇到良师 亦有好环境 是很不容易 发愿吧 接下来再看 往生极乐世界 请看 四十一页第十四行 好 那华言经里面呢 讲一刹那之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现在我要讲 今天最后一天 专心听 我只能讲重点 就是说 在华藏世界里面 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那为什么呢 普贤菩萨 告善财同子 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不去 释迦牟尼佛的灵山会上呢 为什么不去东方 阿图皮佛的净土呢 为什么不去南方 保身佛的净土 每一个佛都有净土啊 为什么不去 要师佛祭土 偏偏要讲极乐世界呢 答案在 慈州法师的 普贤行愿品 清文记 这本呢 我以前在 长庚医院的时候 曾经用台湾 长庚医院用九个月 然后用了 清文记跟 极要书两本 然后一个一个字 从头讲完 每个礼拜讲一次 我用了九个月 全部讲完 那是我讲法译 最详细的 当时的我 并没有用电脑 各位可以上网 声音档还在 在这个慈州法师 清文记 慈州法师是 民国时代 很了不起 学华言的 台湾的灿公师傅 就是他的高祖 他跟他学 然后他读 他每天也念 普贤行愿品 而且慈州法师 还说无量寿经 夏林居老居士的 无量寿经 做科判 做37品的科判 刚开始是37品 最后是改为48品 好 请看 他在清文记里面 讲了四个重点 说为什么要求生 极乐世界 请看 幻灯片 一 极乐世界 就在华藏世界里面 所以没有离开 第二 请看 42页第六行 为让修行的众生 专心一处故 把专心化起来 我们的凡夫心 是很散乱的 真正修行 要专精 专心一处 你慢说 华藏世界 重重无尽 东南西北 其实众生是没办法 有一个方向 对不对 比如说 假如你现在 从马来西亚 柔佛往南走 要经过这个关卡 进入Woodland 才能够进新加坡 从新加坡来说 是在北边 你们是由北往南走 经过通过海关 才会进新加坡 所以要给你一个方向 你才不会走错 一个城里面有东西南北的分 第三个是 弥陀佛大愿王 请翻过来 43页第9行 西方极乐世界的 阿弥陀佛 与这个世界的众生的缘 非常非常的深 在无量寿经里 阿弥陀佛赞叹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 有阿弥陀佛 这个不是偶然的 对不对 十方有无量的诸佛 你看很多人都知道 有阿弥陀佛 不管他修或不修 我们见到面跟你说 阿弥陀佛好 我到了韩国的时候 我发现人家跟你讲 南无观世音菩萨 到日本也有跟你讲 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 像日本人会跟你横着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日文发音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跟这些的众生很有缘的 接下来看第四 四十三页第十二行 阿弥陀佛就是本师故 请做一个记号 这是从圣意地说 从圣意地里面 阿弥陀佛跟本师释迦摩尼佛 是没有差别的 因为成佛的时候 所有功德都一样 好 那接下来我挑重点讲 请看 一 先看一 请看四十一页 十六行 宋朝 四十一页 对不起 第十七行 宋朝 明州草安 有一个道音法师 他主修圆顿的教官 天台教官 可是他每天晚上都念 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 然后在宋朝的时候 前到三年 四月十七号 他自己知道 欲知识字 请画下来 欲知识字几点几分 阿弥陀佛都会知道 他不会接错 然后呢 他要往生之前 是上品上身 所以他写了这首寄颂 这是古汉文 我简单白话翻页 无量无边的岔海海寒宫 我看到了虚空法界 全部像莲花的宫殿一样 虚空里面 全部的莲花 莲花的勾垫 遍满虚空海中 在所有的海中当中 我只见到一个万德庄严 阿弥陀佛的尊荣 这是讲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的 依报净土庄严 阿弥陀佛本身不生不灭 很难够碰到 也很难抓到 就像千江有水 千江月一样 有心血线 他是要像 大制度论跟中论讲 离四句绝百非 一气透明清净庄严的身 可是由我至诚感通 而如是说 我见到阿弥陀佛 这是讲弥陀的本性 再看四十二页第二行 我跟阿弥陀佛 是不二无别的 在妄念里忽然生起 清净的念头而分 说有自己的佛 跟外面的佛 给各位看 昨天讲过这张图 你命中的时候 你见阿弥陀佛 在清净庄严当中 你可以见到阿弥陀佛 我们妄念里面 会分我能念佛的人 跟所念佛的净 其实心跟净是不二的 我扫荡了这所有的分别 就像空中的灰尘一般 就像孩子见到爸爸那样 两个人碰到 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表示你自信弥陀显现 那去极乐世界要怎么修呢 要发愿勤修 敬业三福 勤修六念 身口亦没有 污染跟狭隘 我很认真的念阿弥陀佛 昼夜不断 所以不见弥陀 终不厌 他念完这个经以后 他就送官无量寿经 因为他本身修天台的 修官无量寿经 念到上品上身 他就说佛来接我了 就往生了 在这里我跳一句 先看四十三页 第二十一行 先看民国时代 夏林居老居士写的这首记子 请做一个记号 非常重要 我念给你听 弥陀教我念弥陀 口念弥陀 听弥陀 弥陀弥陀直念去 原来弥陀念弥陀 很棒吧 这开了物人才会写这样 你不要看 你一直用弥陀弥陀弥陀 他意思都不一样 我再念一遍 弥陀教我念弥陀 就是阿弥陀佛发愿 四十八大愿 由释迦摩尼佛讲出净土法门 教我要念阿弥陀佛 这里 应念阿弥陀佛 修的方法是 持弥念佛下手 口念弥陀 听弥陀 口念阿弥陀佛的圣号 听弥陀佛的万德庄严的鸿鸣 弥陀 弥陀直念去 这叫老实念 你不要去夹杂 修行的时候不要念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你这样换来换去的话 你是心乱 你念一个佛号的时候 你要想一包含一切 弥陀弥陀 一直念下去 从哪时候 这个直念去有很多意思 从你初学佛 一直念念念念念到你往生 从你年轻 一直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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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你老 从你凡夫 一直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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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登到初地菩萨 还是念阿弥陀佛 一直念 我现在考你一个问题写下来 请问观世音菩萨念什么 什么 说什么 观世音菩萨也念阿弥陀佛 这是其中一个答案 因为阿弥陀佛是他的老师 对 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 还有呢 观音菩萨念什么 对 阿弥陀佛也可以 观音菩萨也可以念自信大悲心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也念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自己也念大悲神咒 这是他修行的方法 还有呢 观音菩萨念什么 在新加坡很多人都喜欢念 阿弥陀佛 尤其是在这个呢 中国城 他念什么 反正坐在那边没有客人嘛 对不对 他就拿念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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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ムーニング 全部真的钱跑到我这家店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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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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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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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三位 原来念最后一个 我自己念我的自信弥陀 每一个人都有无量光 跟无量寿的功德 所以这个祭送非常的好 你可以写下来贴在你的床头 然后呢 你就会很精进的学习佛法 现在翻回来 来 接下来看第二 所谓的第二 就是说 为了让众生专心一处故 慢说一个华杖 一个城有东南西北的分别 把专心画起来很重要 专精很重要 注意听 专精不是指专修专虹 不是这个意思 而这任何一个法门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啊 你要很专精 我再讲一遍 在修持的任何一法门 比如说你现在修南传的属习观 那在修的时候你就要很专心啊 专精 你现在念佛就很专心念佛 你现在念咒你就很念咒 前几天有一个联友问我说 师父我们这样这样是不是杂修 不是 你都没有听懂 什么叫杂修 杂修是说 今天修这个法门 A 要是法 也没有信心 明天B 听说要是法门 不够好 那我要念大悲观音法门 然后念到悲咒也没信心 接下来呢 七月又念地藏经 你觉得地藏不达 愿力很大 也就是你修任何人啊 你都没有信愿心 这个才叫杂修 专精是什么 注意听 成佛的一个方向没有改变 这才叫专精 你可以诵经念佛持咒 就像敬叶三福一样 你也可以读诵大成啊 所有你所修的一切的法门 你也可以修楞焉咒啊 你也可以修普门品啊 你也修金刚经 所有的教法都是佛说的 没有说只有念一部经的 当然静中学会里面有它的风格 那是净土宗 它强调说你不要砸 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凡夫的心写下来 很散乱很昏沉 不要说出家众 在家居士俗世如麻 所以你的心也很乱 因为对峙你的散乱心 所以才叫讲专精 要听懂 可是我做个调查 西方极乐世界呢 净土圣贤路里面 往生排行榜 第一名的是什么 金刚经 第二名是普门品跟阿弥陀经 第三名是什么 念大悲神咒跟往生神咒 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 她不是字 她就叫人家念阿弥陀经 这样点字 一个一个字 跟着念 佛说阿弥陀经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设为国 这样子阿弥陀经 然后她常常也帮人家祝念 然后结缘 她只会念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 她当然也拜观世音菩萨 她加供西方三圣 你知道吗 她这辈子念了三十万遍阿弥陀经 上辈往生 所以各位老菩萨 对自己要有信心 只是你不愿意用功念而已 所以专经是对治众生的散乱心跟昏沉 请看2.1 42页第八行 圣导大师在专经四帖书说 这个观法门 请看指方立向助心而取静 就是说在十方无量的方向里面 指着西方而让你立心里安住在佛像上 能够让你的心安住而取静 没有错 我同意 这是有点执着 所以净土中叫做直持名号 你刚开始要下手要执着 为什么 举个例子 你现在要经过海边 比如说你从这边要去东马 当然你可以搭飞机 你也可以坐船 你要过海边的时候 你除了自己游泳 可是海里面会有鲨鱼 你坐着船的时候 你要靠船做交通工具 到了岸边以后 你才把船给放下 你不可能这么笨 搭渡轮 船船坐船 到了海岸 你把肩膀扛着这个船 在沙滩上跑 你不会这么笨 你到了彼岸以后 你才放下 所以注意听 净土中下手 的确是折善固执 就是让你直持名号 或是叫取方立相 你的确要常常想到西方 想到阿弥陀佛 为什么 因为你不想阿弥陀佛 都去讲六道轮回了 你不黏佛的时候 你就打乱七八糟 贪真知的烦恼 所以就像把你的心 绑在一个绳子上 或木头上 所以不要听到禅宗说 不要执着 你就不念佛 那你误会了 禅宗是用空门的方法 破除你的执着 可是净土中 是要指方立相 助心而取境 所以不可以开始 总是讲无相理念 你讲得很高 你做不到 如来知道末法时代的 五卓二世的凡夫 叫你立相助心 就是看着西方 然后把你心定下来 你都修不到 何况说离相而求是呢 所以金刚经是很好 但是在中国 净土圣贤路里 很多人念金刚经 但是念完以后 念阿弥陀佛 以金刚经的功德 还是可以求生极乐净土的 所以 禅宗跟净土宗 这两个是不冲突的 可是凡夫刚开始下手的时候 会有冲突 是无数的通人 居空安利舍野 举个例子 比如像这个讲堂 有正门 可是你可以看到 大殿的右手边跟左手边 有两个门 右边可能是禅宗的空门 左边是净土宗的门 可是进来以后 哪个门你都可以出去啊 当然这个窗户是玻璃的 假如窗户有戳离的话 有窗户的话 你也可以跳出去啊 所以注意听 修的时候 要修一个法门 当你开了屋以后 所有的法门会通达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看 下面2.4 42页 第22行2.4 这一段请做个记号 很多人讲 一项专念是什么 其他的部分 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子讲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还要介绍其他东西